是判断下列各个三角函数值的正负号 第一小题 sin 1100度 好 1100度呢 我们可以把它用同界角的观念 变成1080再加20度 好 1080呢就是360度乘上3 所以就是绕了三圈 好那我们呢可以直接把这个角当作是sin 20度的角 是在第一项线的 而第一项线的六个三角函数都是正的 所以我们呢第一个sin 1100度就是大于0的 第二个cos-140度 好cos-140度呢我们可以用画图来看 从0度开始顺时针90再多50度 所以我们会到第三项线 而第三项线的cos的值呢 它会是负的 所以我们这边是小于0 再来第三题 tangent 6分之23π 好 那6分之23π呢 它是第几上线角 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 好 6分之12 这样是不是等于2π 好 6分之12再加上6分之11π 好或者我们可以写作是tangent 6分之24π 再减掉6分之1π 好那这样子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种表示方法就是说 它已经绕了一圈之后再多6分之11π 而第二种表示方法呢 就是它绕两圈 再退回来一些些 所以呢 是在第四项线 好 所以这个角度 6分之23π是在第四项线 第四项线的tangent值是小于0的 所以我们第三小题就是负的数